今天亮哥来教大家一招 把你的照片放在你的桌面上面 你只需要在三星应用商店里面找相框小组件这几个字 然后呢安装就可以了 当你回到桌面时呢 只需要在小组件里面添加一个叫相框的 然后点击添加 这里面呢有几种添加的方式 一个是从图片 一个是从相册 随机就非常简单了 就是随机在你的相册里面会选一些照片放在这里 那么我们先来选择图片 当我们选择图片呢 就可以看到这里有非常多的图片可以去选择 然后呢你也可以从相册里面 比如说我在这里有非常多的我的照片 那你就可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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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添加 那这里的话呢 其实非常推荐去使用一个退底的PNG啊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是效果非常不错的 比如说我设定了这么多之后呢 点击一下完成 好了这就有了 然后呢你可以通过把它拖动周边 来放大缩小 它的这个大小 然后呢通过长按 就可以在设置里面再去把它区分 是可以变成上下分的 这样子的 还有这样子的 之后呢可以在这边呢 有一个设定它的一个滚动的速度 比如说五秒钟 然后图片位置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把它填满还是拉升 这些都是比较常规的了 然后呢这边还有个按键叫黑暗模式的笔配 你只要一点的话呢 它也会随着你的黑暗模式进入黑暗模式 好了这样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效果在你的桌面上了 当然了你也可以把它塑的非常的小啊 这好像就是它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尺寸了 这就是我所说的 如果你有退底的PNG的话呢 效果就是非常好的 几乎是可以悬浮在这上面的 是不是又学到一招了呢 关注亮哥 带你每天要解些新的三星手机使用小技巧